CBA又出现奇葩的一幕,常规在广沙对阵北京,莫洁广沙在落后18分的情况下疯狂追分。 这时候,场上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,裁判甚至看回放后直接回表,抹杀了两个回合的攻防。 决胜时刻,裁判又长时间看录像把球权给了广沙。 广沙没能把握住机会,无缘大逆转,91比90恩不敌北京,遭遇受败。 裁判的判罚,成为赛后焦点,八连胜的广沙对阵北京,首级比赛广沙表现糟糕。 全队只拿到9分,但结9比22输了13分,之后的比赛广沙一直在追分。 但是末节比赛又被北京拉开了分差,65比83落后18分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广沙加强防守,不断追分,广沙打住14比2的攻势,追到只差6分。 比赛进入到最激烈的角逐,裁判的判罚成为焦点。 先是裁判看录像回放,确认刘者的三分球是否采现。 之后,广沙还是追分,而到比赛还有30多秒结束的时候,裁判突然吹停了比赛。 现场回看录像,吹拔了两个回合之前的争议,判罚结合是媒体犯规。 刘正的上篮和迪小川的进攻都不算进,比赛时间回到了56秒。 神奇的一幕,比分回到广沙85比92,落后7分,照延好两次罚球的机会。 但是都没有命中,广沙错过了机会,比赛都打了两个回合,裁判又往回吹,的确有些奇葩。 紧接着,一个球权的判法,裁判再次回看录像,裁判给广沙球权后,北京教,另又提出挑战,继续看录像,而且两个教练一起和裁判看,结果还是广沙的球权,广沙一度追到了只差两分。 但是,北京最稳住了局势,95比91季败广沙,拿到本赛季第五场胜利,而广沙遭律赛季首败,这场比赛的判法必然成为焦点。 赛后裁判报告,不知道会如何判断,比赛规表的现象,也的确是有些不可思议,毕竟比赛已经打了两个回合,而且两队都有得分。 这样的情况下不吹为体犯规,有些莫名其妙,广沙没抓住机会,还是遭遇手败。